拜起佛来很辛苦啊 所以你说色身重要吗?当然很重要 因此我们要有正知正见正念 所以色心,色就是心,心就是色 它是不相离的 所以色心相扎,便起了众生,正暴内色啊 所以我们这个正暴内色,正暴是对一暴讲的 环境叫做一暴啊 那么正暴就是每一个人 所以在座主委,每一个人的面相不同 身高不同,才干不同,智慧不同 为什么?果报不一样嘛 如果说这个通通是上帝所创造的 那么上帝就有一点问题 为什么你把它创造的那么高 而把我创造了这样子的,如此的苗条呢? 是不是? 你把它创造的那么漂亮 为什么把我创造的这么丑呢? 上帝是依靠什么来创造天地万物呢? 科学家最多也只能研究到DNA这个问题 所谓遗传因子 他不知道这个遗传因子后面 DNA的后面是什么在主导呢? 就是业力 就是业感 业力它是无形的强大力量 虽然说某一些生物学家 也一直认为人类是可以控制DNA的 人类的精卵 让它结合的时候起DNA的变化 是可以实行控制的 没有错 可是生出来的那个孩子 比如说优良的品种 那他凭什么得到这个优良的品种? 是全人类可以主导的吗? 所以科学家仍然很迷茫 我现在告诉你 有一个 美国现在有金子银行 金子银行 都是科学家、画家、印业学家 运动、体育健将 去捐这个精 然后 不运证的人 就去分配这个 去找到这个精虫 而且也不能相认 父子都不能相认的 有一个妈妈 去找什么 她夫妻结婚 爸爸 没有精虫 没有办法怀孕 去找这个金子银行 第一个 去找到科学家 生的那个女儿又漂亮 又聪明 很会念书 先天性的基因好 配对配得很好 第二个女儿 找个艺术家 也长得很漂亮 后来她的妈妈 第三个要找什么 我找那个运动健将 运动健将 很有运动细胞的 所以运动越厉害的人 同老反应越好 好 就找 运动健将 结果 配对出来 生出来 是什么呢 自闭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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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那个爸爸 刺激风云 不可一世的运动健将 妈妈也是正常 出来的 竟然是自闭症 是不是 好 用这样的情绪 还不能了解业力 业感 业力的可怕 用同样的爸爸跟妈妈 是不是 同样的爸爸 同样的妈妈 工厂都一样啊 青虫跟卵 是不是 当然就个个来讲 是不一样 就 父母亲的体是一样的 来 生出来的兄弟姐妹 貌相通通不一样 成就也不一样 思想看法也通通不一样 当然跟后天的饮食也有关系 环境也有关系 你看看 同样父母亲的DNA 工厂出来的通通不一样 这背后隐藏着什么重要的毅力吗 这背后隐藏着什么重要的毅力吗 对